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眼睛的符号 如果你有美超 你有美金 他后面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个三角形 里面有一个眼睛的 那个就是全能全知之眼 光明慧的标志就是那一个眼睛 但是光明慧其实很多是小说里面杜撰出来了 现实到底有没有光明慧 这个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有 你跟我讲杨子琼有资格加入光明慧 我是完全完全不相信的 如果杨子琼可以加入 那光明慧就是普通一个中上阶层富豪的聚会而已 并不是传说中那种 一句话可以让一个国家打赞 让一个政权垮台 一句话可以让美金升 可以让美金跌 可以搞垮一个国家经济 那一种的光明慧 所以你说杨子琼去比这个标志是光明慧 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你如果首先光明慧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他一直都是一个阴谋论 我之前有讲到 确实之前有一个大聚会 政经文教很有势力的人 大概几千人在哪里 我之前有讲过 有开一个会议 然后讲对普通平民老百姓 要给他们这些娱乐 当他们去娱乐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反抗 他们就不会对自己很穷 很辛苦的生活 感到我要改变 所以给他们这种廉价娱乐 是最好的方式 那一个讲题 有看过的读友也发一个五 或者是发个嗨打声招呼 但是这个不是光明慧 他是光明正大在开会 光明慧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然后都是这些 可以翻语覆语的人物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组织 杨子琼是绝对够不上资格 杨子琼是富二代很有钱 然后是电影明星 但是像他这样有钱的人 像他这样子的电影明星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成千上万数十万 甚至全世界范围之内 所以你说他是在讲这个光明慧 我觉得完全一点逻辑都没有了 其实会认为是光明慧标志的 当然第一是想象力很多 第二我可以讲是应该很多人 这样子认为的都没有看过天马行空 这部电影 就是这个妈的多重宇宙 这部电影了 没有看过 你有看到的 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你会知道这是一部喜剧 里面有很多无厘头的东西 有很多低俗的东西 要拿奖杯 要拿尖尖的东西来擦你的屁股 你才可以启动宇宙跳动 有看的都有发个嗨 刚刚我们有讲到 如果杨子琼这部电影是在马来西亚拍的 我告诉你 你送去给Fina审核的时候 你剧本就叫登当ballet了 这一段不可以拍 同性恋不可以拍 里面就是他女儿是同性恋 然后杨子琼自己在其中一个宇宙 也跟那个税务局官员 就是女配角 银女配角的那个 Curtis Lee 她的名字叫 也有同性恋 然后他们是 手指是香肠手指 软软的 然后他们在性交的时候 是用手指来性交 然后兴奋的时候 他们的香肠手指 还会喷美奶滋出来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性隐喻 所以这些情节在马来西亚 是不能上映的 是如果有上映 也一定会被剪掉的 包括同性恋这些 像之前雷神不能上映 也是因为同性恋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这个全能之焰这些 在马来西亚是属于禁忌的 所以这个是体现出 刚才我们第一个讲题讲的 马来西亚的悲哀 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感到光荣 当然你有感觉光荣的权力 我不管大海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我而言 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是马来西亚之悲 而不是马来西亚之光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讲出来 所以你有看这部电影 它里面是一个搞笑影片 有很多无厘头的 有很多天马行空的 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 像我讲那个宇宙跳动 有些是要拿纸来割手指 你看到那个你真的会感觉很痛 因为我每天是跟纸打交道的人 纸是很利的 是很容易割到手的 官纪威他有荧幕要宇宙跳动的时候 他就是要拿纸来割手 有看的读有发个fire 这部电影是一部搞笑片来的 而里面的大魔王是杨子雄的女儿 这个同性恋的女儿 然后他因为在其中一个宇宙 一直被训练这个宇宙跳动的能力 然后他已经光光完 光顾完所有的多重宇宙了 然后他觉得人生生无可恋 没有一个宇宙里面的人 这么多个宇宙 千千万万无限个宇宙 没有一个宇宙的人是了解他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东西 一个黑洞来毁灭世界 我这边有一点剧透了 所以你还没有看过的独有 自己斟酌要不要看下去 这部电影也已经很久了 去年就上映了 所以我现在剧透应该也没有关系 其实杨子雄在比的那个标志 包括他们剧组人员每次拍照都比这个 然后报纸我也有看到杨子雄的妈妈 在马来西亚看电影院 包一个电影院下来 来看他得奖 他们也有比这个标志 其实就是里面那个大魔王女儿 他制造出来的一个黑洞 而那个黑洞是一个bagger bagger是什么 其实就是donut 马来西亚我们什么都叫donut 其实它跟donut是一样的 donut是炸的 bagger是烤的 是烘的 是烘焙出来的 其实它就是donut 中间有一个洞 而这个洞是会吸所有东西进去的 当然这个黑洞的隐喻 我也觉得是有一点 也有一点性暗示 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母体的兴趣观出来的 然后现在他用这个洞来毁灭全世界 也有一点隐喻在里面 所以他比的那一个就是bagger 就是donut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远 讲真的光明慧 如果真的有杨子琼要打到那个程度 还有很远 所以这个是一个笑片 本来都不是一个很严肃的电影 他的票房也不是很高 口碑其实也不是很好 是月上映一直拿奖 然后每个奖有很深的意义 老实讲很多人我看得懂 我不会觉得很乱 但是你去看他的评论他的评语 很多人是讲不懂在看什么 一部烂片根本不懂要表达什么 然后跳来跳去看了很头晕 看了很乱 有没有独有这样子是认为的 是这样子认为的 发个五 证明我不是乱讲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是口碑一直在叠加 各大营展一直在拿奖 然后最后才越冲越大 越冲越大 最后来到了奥斯卡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并不是什么文艺片 或者是一个真正探讨人生 他就是一个喜剧 他的定位就是无厘头喜剧来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除了这个全能之眼的争论之外 当然有另外一点就是杨子雄的政治立场 杨子雄的父亲 他是马华的元老 已经去世了了 曾经担任过马华全国副总会长 还有霹雳州的主席跟顾问 以前马华在霹雳州是很强的 现在才变成行动党的强区 在以前是马华强区的 然后他是Slimaju 这个长途巴士的老板 所以杨子雄是富二代 所以才可以去英国读书 林静益 傻之医生 这个傻之医生是他的外号 不是我讲林静益傻 林静益医生 之前马华 退出马华 然后去民政党 成为民建党全国主席 当过水源部长的 科技水源部长的林静益 也是他的亲戚 是他的舅舅还是他的叔叔 好像是舅舅 所以他就是正三 正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的一生 所以杨子雄在纳吉时代 十多年前有帮纳吉站台 然后说纳吉是最好的首相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变脸了 像杨美银 我看到张导有在铁粉群里面 有发图巴 以前杨美银讲的话 当大家都骂杨子雄是opportunist 因为他在纳吉掌权的时候 讲纳吉是最好的首相 可是纳吉政府倒台了之后 他又为改朝换代而欢呼 像这样子的人就是机会主义分子 我直接讲 杨美银也是这样子讲他 但现在 当时杨美银有发一个贴文 Not all yours are created equal 他的意思是 不是所有信仰的人都是一样的 不是所有信仰的人都是平等的 他把自己跟他区分 现在杨子雄得奖了 杨巧双 也不是杨美银 是杨巧双 杨巧双 又跳出来讲 我也是姓佑的 为他感到光荣 这个就是在打脸自己 就是在打脸之前的自己 所以不止杨巧双 还有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都会记录下来 不要换了位置换了脑袋的重要性 那讲回杨子雄的政治立场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 他的政治立场 他这样子转换立场 其实大家看一直都有 很多都是这样 哪边凉快哪边去 尤其他是电影人 他是政治电影人 他是官二代商二代要做生意的人 有一句话叫商人无祖国 大家有听过这一句话吗 就是商人是不会对一个国家效忠的 哪里可以给我赚钱 哪里可以给我利益 他就是我的祖国 细致也是一样的 所以杨子雄 他以前捧纳吉 现在纳吉下台了 就踩纳吉 就吹捧新政府 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 你可以看不起他 你可以不只是他这样子做 我也不认同这样子的做法 我认为不对 是直接讲的 有意所以的 但是跟他所获得的成就 我们不能混起来看 像之前王力宏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讲 王力宏是一个烂老公 王力宏是一个不好的老公 这个没问题 但是跟听他的歌 不代表我支持他这样子的行为 是一样的 他还是有才华的 他还是可以写出很好听的歌的 所以这些要懂得分开来了 所以我不认同杨子雄这样子转换立场 但是我也不认同你用他的政治立场来抹杀他在电影界的付出 他在电影界的功劳 所以这一点也要把立场来讲清楚 要有意所以 不要全部混起来讲 就像我们法律人做律师遇到很多案件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法律指示 我都讲每一个案件是独立的 你不能因为我做错 你做错 你就拿我的错来抵消你的错 这是没有关系的 我错 比如我没有执照加摩托 可是你撞了我 我没有执照警察可以开罚单 执照你撞我 你就没有错了 你的错 还是你的错 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新的不好的这个symbol又出来了 应该现在又在卡 那我喝口酒 来休息一下 好symbol不见了 那我们再下来 最后再讲一下 我讲的思想差异的这一点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搞不懂光荣 英文讲到光荣是有两个字的 一个是proud of you 我proud of you 为你感到光荣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做得很好 你光荣 我为你感到光荣 I am proud of you 另外一句是 you make me proud 你让我感到光荣 所以很多人在蹭光的时候说 马来西亚之光 我们感到很光荣 其实你在讲 you make me proud 这样子的情况 这句话是不能随便乱讲的 你要跟这个人关系很好 你要对他的成就有付出 有帮助他有付出 或者是有栽培他 你才有资格讲 你让我感到光荣 像我的老师可以讲 你让我感到光荣 一个路边人突然讲 洪律师你让我感到很光荣 我正常人的反应都是 关你什么事 对吗 这么会让你管到光荣 其实正确的说法是 I am proud of you 我为你感到光荣 光荣的是你 我为你管到光荣 所以大家不要去 其实也是一样 不要西瓜味大边 我们华人老实讲 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李子佳要讲到李子佳 李子佳近16强了 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打 我看到有一个留言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 就是他去骂李子佳讲 李子佳你倒还没有打出成绩 只是拿一个全球赛冠军 你就膨胀了 如果你像林丹这样 你才有资格膨胀 问题是膨胀自大骄傲 本来就是错的 我没有讲李子佳 我是拿这句话来讲 我不是说李子佳是这样子 我是从他这个逻辑来讲 林丹他很LCLY 很骄傲很自大 这个也是错的 并不会因为他是世界第一 他是世界冠军 他这个错误的行为 就合理化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华人就是有这样子 崇拜强权的心理 只要你够大 只要你够强 只要你够厉害 你做错的事情 我们可以原谅你 我们可以当看不到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不对的 但是我们华人就是有这个略根性 就是有这个将刚文化 所以是不应该的事情 像同样的不要随便去 像杨子琼他不好的 因为他拿了这个奥斯卡 突然就变成光荣了 这个也是不对的事情 像以前中国七八十年代很穷的时候 没有人认亲认主的 没有 当时大家都是崇拜台湾的 因为流行文化全部是在台湾 我们受台湾的影响更多 现在中国强大了 大家就在那边认主归宗 我的祖国是中国 这是一个很恶心的行为 所以在这边把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真的不要这样子崇拜强权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并不会因为你强大了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可以把错的变成对的 这个是不正确的事情 从以前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子 从以前的历史都是这样子 成王败寇 只要你成功了 你本来是寇 你也变成了王 你失败了 本来你是王 你也变成寇 寇就是贼 盗贼 所以不要有这种崇拜强权的思想 是不应该的 这种封建落伍或实的思想 希望大家可以抛开来了 所以光荣的课题我就讲到这里 最后再讲一下 一个很好笑的 我写文章 我写这个杨子雄的文章 我其实是拜几 拜六还是礼拜 就躺在沙发 短短写了几个字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争光 我觉得真的不应该争光 真正应该感到光荣的是美国 而且你凸显的是自己低人一等 我就写了那边 然后有120千的人看 12万人接近4千个likes 在Facebook限流之后 你要拿1000个likes都很难了 都是两三百个likes 那一个文章有4千个 然后有十多万人看 所以很热烈 有人就讲洪律师 你在蹭杨子雄的热度 这个是我看过最可笑的留言 难道我骂纳吉 我骂慕尤丁 我骂安华 是蹭他们的热度 那是不是都不应该骂了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那你来我的贴文下面留言 你是不是在蹭我的热度呢 所以你这个逻辑应用在你身上 你在打脸你自己 所以不要做这样子可笑的事情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关于这个杨子雄得奖的 我们就讲到这里 花了一个小时 那我们休息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欢迎订阅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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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